经济爆破你一定要知道的上分技巧 1. 道具选择 很多伙伴开局必买甲 然后选称手的武器 最后发现 没想买到具了 殊不知却错过了很多优势 在这个没有防暴装置的模式里呢 投资物在开局的威慑力相当可观 例如震撼弹 只要命中 哪怕是手枪 效果也是刚刚的 开局就能轻松解决几个倒霉弹 不香吗 2. 隐藏神器 都说经济爆破的武器越贵越好用 但你知道只要1500斤 还能满甲直接秒的神器吗 它就是自定义商店里的刀 你可能一会 刀不是要两下层带走一个有甲的敌人吗 那是普通小刀 例如武士刀 拳套 爪刀 这些近战武器 都是可以满甲带走敌人之一 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买一把刀 说不定就能单车变魔脱了呢 3. 省钱妙招 当你发现敌人掉落了高级武器时 记得在游戏结束前把它捡起来 这样在下回合就直接变成咱们自己的武器了 省下来的金币可以留到下回合 搞大居玩 或者直接掏出自己的老脖腔 简直不要太虚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动摇 OBA